进房间的时候会 先看一下有没有 cctv 啊 他聊过这个 我觉得你那个蛮夸张的 不是 我真的会有吗 我真的没有过这个 我也会看监控 我 我不会 会担心是吧 你会担心一个新房间会有是吧 对 没有 因为我是这样的 我基本上就是我的工作是比较重复的 就是每年都是重复这几个工作 然后住的酒店每年都是那几个 而且我基本上都是同一个房间 同一个房间 是不是更容易啊 啊 那更容易 何老师又来了 孩子 还是放那个位置 但是我见过特别严重的 我的一个朋友 他去一个新的酒店房间的时候 他会把房间里所有有洞的东西 全部贴起来 不管你是什么插销 空调孔 还是那个烟杆 还是什么电视机 全部贴起来 我进酒店房间的时候 也会真的看一下 比如说洗澡的时候 万一有人拍怎么办 我觉得我还是应该洗的帅帅的 你没有这种感觉吗 你好辛苦哦 我觉得 你好辛苦 好辛苦哦 我觉得 不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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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 还是保持一个角度 或者 不然一个人在拍出来 还是可以见人的 洗澡也要那样的洗澡 哈哈哈哈 我告诉你 你哪怕是在拍广告的 很帅气的摆pose的过程当中 也能被捕捉到很丑的瞬间 不可能一个人是舞死角的 但我觉得 人是用眼睛看人的话 他会把他最丑的一面 和最好看一面做综合 啊 对 所以我照镜子一直觉得自己还可以 结果胖的不像样 哈哈哈 男生跟女生看镜子里自己是完全不一样的 哦 男生会看到全是自己优点 女生会看到全是自己缺点 这是个性的 对我照镜子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好看 女生老是觉得这里自己这里不好 那里不好 男生老是觉得哇 哈哈哈 还可以 还可以 啊 nice 哈哈哈 我之前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 来 我们